这个龙氏养燕屋坐落在极南苏埃东亚斯 据说是全国第一 也是唯一一间龙氏养燕屋 顾名思义 龙氏养燕屋外的周围 都用铁丝网很软包围起来 燕子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飞行 而黄先生就是龙氏养燕的创办人 我们可以从印度内买到蛋糕 然后这边有什么蛋糕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是 所以我们从蛋糕 从它的蛋 养到它有营膜 黄先生在2009年 从印尼苏拉巴亚 引进这种养燕鸟的技术 从孵化燕蛋 饲养燕子 生产燕窝 燕子繁殖 一条龙的循环方式 保证了燕子的数量及燕窝的产量 他说这样能够改善适合我国的养燕方式 以达到零风险的养燕计划 为了确保燕子有足够的食粮 跟生产大量的燕窝 连院子吃的小虫 他们也有自己一套的饲养方法 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工厂 有自己在生产 整个虫这方面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喂给它吃 因为这个鸟的小时候 它不会吃 我们当然要喂给它吃 当然等到一段时间 超过45天到过道会飞的时候 我们就要到那个发射机打上去 它就会自然自己吃 从小养到大 还要喂婴儿那样喂食 这样不是更花人力吗 传统燕屋养燕法呢 是让燕子自由飞行找吃 然后回来租窝 那简直就是没有什么运作成本的 这种龙丝养燕的饲养方式 肯定成本比较贵吧 龙丝养燕屋是另一种养燕的技术 可是很多养燕业者还是觉得 传统饮宴的方式比较好 比较跟传统的收入来讲 肯定我们会比较快 很肯定 因为蛋就是关键性 如果说那个虫等的饭 你要拜多得神保育那个印度过来 这个是一个看你的个人的运气来讲 所以就要看你的幸运 你会开始肯定增长 再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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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财神到了就增长了 它没有到它飞着就飞着去 你会发生的油画 Alber院女的诚会 我懂得